就是有這麼狂的里長候選人 說要爭取迪士尼 蓋大巨蛋 還要找周杰倫拍MV 如今選後答案揭曉 男生這麼多 守護這麼漂亮 原來這是網紅蔡亞嘎 派出團隊成員 投入的實驗性參選 透過誇張的證件 測試民眾 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度 由於只參選不敗票 當然以弱選作收 而高雄迷陀一位里長候選人 同樣一參選 就話題十足 候選人姓李明允條 但當地人很習慣 用台語再唸一次 就變成李文條 也讓他參選過程 趨勢不斷 其實高雄迷陀的李文條 已經第二次參選里長 從上次到這次 有了知名度加持 名字喊久了 真的打敗老里長 這次順利當選 但另外高雄小港 連任多屆的資深里長李文正 同而競選連任 家人卻開心不起來 平時狀況都還算還不錯 可能就是這次選舉要什麼事情都 輕力輕微 有比較操勞一點 原來小港區 港民里里長李文正 之前就長期洗腎 選前一天 更因為狀況不佳 洗腎後留院觀察 沒想到這次 就在幾天後病室醫院 他做人比較好 他做的是我們這個出品 嫁別我們的李文都好 如今除了家人跟李文不捨 三個月後還得面對重新補選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打開啟小鈴鐺